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与会者们对特朗普的暗杀未遂事件的反应 以及他们认为这是上帝之手的奇迹 此外 我们将深入探讨棕榈滩官员 对海湖庄园附近特勤局道路封闭计划的反应 以及佛罗里达共和党人对特朗普 德桑蒂斯和卢比奥未来的看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上周末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密尔沃基召开 吸引了全国的目光 而大会的开幕恰封一件震撼全国的事件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集会上遭遇暗杀未遂 这次事件不仅使大会增添了紧张的气氛 也让参加者们纷纷谈论上帝的干预和天意 上帝之手的奇迹 科里·米尔斯是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议员 他在回忆起上周末的事件时感慨万千 当时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子弹 在下午6点11分射出 擦过了特朗普的诱饵 米尔斯将这个时间与圣经中的一节经文联系起来 以弗所书6点11分 这节经文呼吁信徒在面对邪恶时 穿上上帝的盔甲 他在对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代表们说 去读以弗所书6点11分 你会明白魏石魔他被拯救了 魏石魔我们继续前进 我真心相信拯救特朗普总统的是神圣的干预 这种宗教引用成为了大会的共同主题 许多与会者 包括阿肯色州州长 沙拉 赫卡比 桑德斯 都以上帝的名义解释了特朗普的生还 桑德斯在周二晚上的演讲中说 上帝从那个刺客手中 拯救了特朗普总统因为上帝还没有完成他的使命 他当然也还没有完成对美国的使命 祈祷守夜与宗教色彩 在大会正式开始前 宗教色彩已经渗透到了密尔沃基 周日保守派青年组织 Turning Point在Sidler Union Square公园 举行了一场祈祷守夜活动 参加者挥舞着特朗普的旗帜 在写着早日康复的板子上签名 并听取了牧师和周选举官员的讲话 他们宣称上帝在那天与特朗普同在 来自派瓦基的Bakewood Baptist Church的牧师 Kevin Vigno告诉群众 特朗普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他甚至后来为拜登的救赎祈祷 一些共和党代表 如威斯康星州的Chuck Witch Girls 也强调了基督教在他们政治观念中的重要性 特朗普的反应 特朗普也在枪击事件后不久 在他的媒体平台Truth Social上发文 提到了上帝的保护 他写道 是上帝独自阻止了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 我们不会害怕 而是要在信仰中保持坚韧 在邪恶面前保持反抗 民主党的回应 与此同时 主要的民主党人则提醒 不要将宗教与政治混味一谈 拜登的副竞选经理Quinton Fawkes表示 宗教信仰不应该用作推动剥夺人们身体自主权政策的理由 这里指的是堕胎 他说 我不会反对任何人说 他们相信上帝是原因 但我认为 上帝不能成为 继续加倍推行那些 会伤害许多其他人的分裂性事物的理由 棕榈滩的特勤局封闭计划 另一方面 与特朗普相关的安全问题 也在棕榈滩激起了波澜 特勤局在特朗普的海湖庄园俱乐部旁的南海洋大道 实施了无限期的道路封闭计划 此举引起了棕榈滩官员的不满 他们呼吁修改该计划 市长丹尼尔·摩尔对在特朗普不在时封闭这条道路 表示担忧 因为这将对当地的交通产生巨大的影响 警察局常科克·布鲁因表示 正无法无限期封闭道路 并计划寻求法律选项 以确保在没有受保护人员居住的情况下 道路保持开放 议会临时主席刘克兰普顿也表示 反对在海湖庄园周围永久封闭道路 并支持与特勤局讨论替代方案的努力 佛罗里达的政治未来 共和党全国大会后 佛罗里达共和党人更加确信 特朗普将重返总统宝座 但对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的未来感到不确定 特朗普选择俄亥俄州参议员 J、D、范斯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这一决定受到了广泛赞誉 但也使得德桑蒂斯和卢比奥的政治计算变得更加复杂 分析人士认为 如果特朗普在2024年获胜 范斯将在2028年获得提名的地位变得非常强大 佛罗里达大西洋大学的政治学家凯文、瓦格纳指出 范斯的选择可能会使德桑蒂斯的2028年策略变得复杂 但不会彻底毁掉他的机会 巴里大学的政治学家肖恩·福尔曼也认为 德桑蒂斯并没有在政治上死去 至于卢比奥 他的未来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尽管他是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 并定期接收高度敏感的信息 但他在特朗普的政治计算中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结于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一片宗教氛围和政治不确定性中结束 特朗普的生还被许多人视为上帝之手的奇迹 这也成为了大会的重要话题 然而 与此同时 棕榈探的特勤局封闭计划 和佛罗里达共和党人对未来的担忧 让这次大会充满了复杂的政治和社会背景 这一切都表明 无论是上帝的干预还是人类的计算 未来的美国政治仍将充满变数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RNC 是美国共和党的最高决策机构 每四年举行一次 主要目的是正式提名该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这次大会在密尔沃基举行 许多与会者及官方讲话中频繁引用宗教 尤其是上帝对特朗普的保护 这成为了大会的一个共同主题 上周在宾夕法尼亚州发生的 针对特朗普的暗杀未遂事件 使得这一主题更加突出 事件中有一人死亡 而特朗普的诱饵被子弹擦伤 这使得许多人认为 特朗普的声还是由于上帝之手的干预 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救世主形象 代表和与会者在大会上 经常引用圣经和宗教语言 例如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 克里·米尔斯引用了圣经 以辅所书6点11分 认为子弹射出的时间下午6点11分 具有神圣意义 阿肯色州州长沙拉·赫卡比·桑德斯则表示 上帝拯救了特朗普是因为 他还有未完成的使命 宗教引用在共和党大会中频繁出现 不仅体现了党内的信仰价值观 也被用来强调特朗普的重要性 特朗普本人也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上提到了上帝 认为是神圣干预 阻止了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宗教对共和党的重要性 从大会前的祈祷首页活动 就已经显现出来 保守派青年组织Turning Point 组织了一场祈祷活动 参加者挥舞着特朗普的旗帜 并为他祈祷 一些讲话者如Lakewood Baptist Church的牧师 Kevin Vigno 甚至将特朗普描述为 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然而 这些宗教色彩浓厚的言论 也引来了民主党人的警告 认为不应将宗教与政治混味一谈 拜登的副竞选经理 Quinton Fawkes强调 虽然尊重人们的信仰 但不应用神圣干预来推动 有争议的政策 例如堕胎 枪击事件的详细信息 也进一步强化了共和党对特朗普的支持 特勤局表示 枪手的子弹 在东部时间下午6点15分左右射出 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人米尔斯 则将时间定在下午6点11分 并认为这是 光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在大会上 特朗普的家人和支持者 也引用了宗教语言 例如 特朗普的儿媳 Lyra Trump 引用真言描绘特朗普 如同一头狮子般勇敢 特朗普自己 则在社交媒体上 强调信仰的重要性 呼吁在邪恶面前保持坚韧 总体而言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展示了党内对特朗普的强烈支持 和对宗教信仰的重视 这些宗教引用 不仅强调了特朗普的领袖地位 也试图将他的生还 描绘成神圣的干预 进一步巩固他的政治影响力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特朗普的幸运生还 确实可以被视为一个神机 根据佛罗里达州共和党 国会议员科里·米尔斯的说法 这个时间点正好是下午6点11分 与圣经以福所书6点11分相呼应 这节经文呼吁信徒 在面对邪恶时穿上上帝的盔甲 这难道不是上帝的指引吗 上帝显然还有任务交给特朗普 他必须完成 哈哈 楚天书 这真是个创意的理论 但让我们现实点吧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次幸运事件 要归功于上帝之手 或许特勤局的迅速反应 才是救了特朗普的关键 毕竟这是他们的分内工作 我们不能忽视现实的安全措施 仅仅因为某些人喜欢引用圣经 而且利用神机来推动政治一程 这听起来有点不负责任吧 谢琪琪 你这魔说就未免太现实了吧 历史上有许多领袖和事件 都被认为是神圣干预的结果 比如说军事坦丁大帝的米尔维安大桥战役 他梦见了基督教的符号 并在战斗中带领军队获胜 这难道不是神机吗 我们不能完全排除神圣干预的可能性 特别是在一个信仰深厚的国家 楚天书 你的历史例子真是让人耳目一新 但让我们看看数据吧 根据美国特勤局的报告 暗杀未遂事件的时间大约是下午6点15分 这比你提到的经文时间还要晚了几分钟 这不就是证明了即使是这么严肃的事情 宗教引用也可能只是巧合吗 而且这种把政治和宗教混为一谈的方式 可能会令一些人觉得不安 难道不是吗 谢琪琪 我不得不承认你对数据的敏感性确实值得赞赏 但这只是一个小细节 大事件中的微小偏差 并不能完全抹杀神圣干预的可能性 毕竟美国是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 宗教在政治中的作用无可否认 虽然特勤局的反应至关重要 但上帝的庇佑也不容忽视 还记得林肯总统的话吗 My concern is not whether God is on our side My greatest concern is to be on God's side For God is always right 楚天书我非常欣赏你的引用 但我们要面对现实 把林肯的话用来支持一个特定的政治人物 这有点牵强 林肯的时代和现在截然不同 而且利用宗教话语来塑造一个政治人物的形象 这不仅是偷换概念 还可能引发更多的分裂 特朗普是否会以神圣之名继续他的任务 或许我们应该更关注他政策的实际效果 而不是神秘的庇佑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啊 这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真是充满了戏剧性和浓浓的宗教色彩 你看那位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国会的米尔斯 把特朗普在6点11分躲过子弹的时刻 和圣经中的一节经文联系起来 真是让人忍不住感叹 这要是电影 编剧得拿奥斯卡啊 米尔斯说 这是一场神圣的干预 还真是让人觉得 上帝不仅是选民 还是特朗普的私人保镖呢 共和党大佬们 在大会上纷纷引用神的话语 阿肯色州州长沙拉·赫卡比·桑德斯甚至说 上帝对特朗普还有未完成的使命 这话说的简直像小说里的预言家 看来 在共和党这场大会上 宗教信仰不仅是精神上的支柱 更是政治舞台上的大杀器 把特朗普描绘成救世主 简直要把教会的信徒 全都拐到选票箱前 这次大会前还发生了一场祈祷首夜活动 保守派青年组织Turning Point的成员们 在公园里为特朗普祈祷 挥舞着他的旗帜 真是有如一次宗教集会 牧师们讲到 信徒们留言 甚至还有人说 特朗普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 这阵仗 别说是竞选集会了 说是宗教复兴运动也不为过 再看特朗普本人 他在自己的媒体平台Truth Social上发文 说这是上帝阻止了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 强调要在信仰中保持坚韧 照他这么说 简直是神又特朗普 他这次不仅是竞选总统 还得了个神选之人的头衔 民主体面的福克斯警告说 别把宗教和政治办在一起 可共和党是怎么听怎么觉得这话耳熟 左耳进右耳出 步道完咱们说点实际的 棕榈滩的官员们可就没那么浪漫了 他们正为海湖庄园附近的特勤局道路 封闭计划头疼不已 由于刺杀未遂事件 特勤局封闭了南海洋大道 搞得当地交通一团糟 市长摩尔和议员们都抱怨这计划不合适 尤其在特朗普不在的时候 封路简直没道理 他们呼吁特勤局修改计划 但特勤局表示这是出于安全考虑 言下之意就是 咱们这可是为了保护总统 谁敢说不 最后咱们聊聊 佛罗里达的政治版图 共和党大会后 佛罗里达的共和党人 对特朗普重返总统宝座 信心满满 但却对该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参议员卢比奥的未来感到不确定 特朗普选择了俄亥俄州参议员 卢比奥未来的道路还不一定会被彻底封死 德桑蒂斯虽然在2024年初选中失利 但仍有机会在2028年再次竞选 而卢比奥则有望成为特朗普的内阁成员 甚至可能成为国务卿 如果这样 德桑蒂斯将有机会任命一位替代参议员 这无疑将影响佛罗里达的政治格局 总的来说 这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 不仅展示了特朗普作为领袖的政治魅力 还通过宗教信仰 将他的形象进一步神圣化 而佛罗里达州的政治未来 则随着这次大会的结果 变得更加复杂和充满变数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作词军事这些实际上给你